每天其实我们活在无数个世界当中 无数种境界当中 我们看似好像生活在一个同样的物质世界 可是并不一样 比如说这一刻我生起了怨恨之心 那你当下就在怨恨的世界 这一刻我心里是美好的从容的 那你就在从容的世界当中 就当下这一刻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那你就活在了不舒服的当下这个境界当中 所以你看每件事情的发生 全在自己的那一念之间 那一念会让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而这一念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认知 那到遇事情 我们就转换我们自己的念头 起码我们把它转换成喜乐的 美好的自在的从容的 我们就会在这边就会发生了一遍的 我们就会发生了一遍的 我们就会发生了一遍的